80%的人还不知道目前市场真正的主线是它 科技、医药、智能汽车都是围绕这条主线展开的确定性极高 几乎每年都不会缺席 那就是年报业绩 比如威尔年报业绩预增400 本月大涨40% TCL预增60%-70% 股价创历史新高 智能汽车陆畅 年报扭亏为盈 直接7连版 一二欧普康预增30-50% 股价直接20厘米涨停版 当然还有军工、光伏、理电等都是高景气行业 许多公司年报业绩也是大幅预增 这就是每年这个点A股炒作的传统惯例 因为一家公司年报的正式披露 一般是1月底2月初 截止到4月底 在这一段时间之内 资金往往会青睐率先披露年报的公司 自然也迎来一波热炒行情 所以近期选股思路必须围绕业绩主线来展开 给大家提供三个思路 第一个高景气度 而且是持续上升 比如半导体、高端装备、创新药、车智能、消费电子等 第二个呢 积极寻找四季度产能扩张的公司 全面有望实现超预期 比如TCL吧 前三季度业绩下滑21% 但是全年业绩预增60%到70% 最大的原因就是四季度产能的大幅扩张 第三 得到机构的立体调研 年初机构都会调仓换股 一些业绩出现拐点的公司 往往会进入到机构调研的名单 为了方便大家更好地掌握年报披露进程 我们团队整理了一份年报业绩内餐 需要看内餐的朋友可以私信三个一免费领取下 其实炒股赚钱并不难 无非就是尊重市场 在适合的时间做适合的事 目前市场的风格就是炒年报 而且目前只是预热期 重头戏还在后面呢 所以要好好把握住业绩主线 才不会辜负这波跨年行情